哇 这个其实在挑衣服上是有点sense 而且看上去就很像是我准备要去拍什么MV之类的 让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今天全身都黑的话 配上这两双会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要跟大家开箱 我最近买了一些球鞋 今天呢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因为最近我们八月的新品才刚到公司 那我刚好可以用这次八月的新品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一些穿搭的逻辑 还有我为什么买这些球鞋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期待看我的球鞋开箱的话呢 那我们就一起到展示间 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带些什么 如果这集影片呢是你期待很久的话呢 先帮我把影片按一个赞 因为想要看什么然后我尽量去满足 所以非常不多说 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带哪些球鞋 这是我们七月的套装全黑 然后搭上我们只家要推出的口罩 看这影片的时候这口罩已经开始在卖了 一包十的 我们这口罩呢也是医疗级的口罩 在这个疫情下是有防护力的 跟我们之前出的那个户口罩是不太一样 就是用过后就直接扔掉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的球鞋有哪些 然后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 八月的产品有哪些 还可以怎么样去含这些球鞋 有不同的穿搭 再来不多说我们看第一双鞋子 第一双鞋子就是我脚上穿的这双 它的Nike的GoGo呢是倒过来的 这双一个叫做old school 紫色加白色的配色 它的左右角呢配色不太一样 所以基本上是用一双的价钱 可以买到两双 所以我觉得这种组合呢蛮酷的 当初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 紫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 到长大的时候开始慢慢变成是黑色 不过紫色一直在我心中里面呢 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买的这双我觉得非常好搭 我们等一下看下一双鞋子是吗 是我平常非常爱穿的一个颜色 这是Nike Dunk低筒 那我等下会讲说为什么我今天选低筒 这双的颜色呢是Michigan 它是一个蓝色加黄色一个人的组合 我个人觉得当初看到这双鞋子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当下很喜欢 后来我看到有人实穿 才觉得说其实实穿的颜色其实蛮好搭的 那后来我买一下了以后呢 我发现我最常穿的就是这双 因为这双看起来真的很跳 没有错 我自己本身穿衣服的话就是都喜欢穿比较素色一点 所以像我这样穿黑色很暗 然后搭配这双再掉了可能金箱链啊 或是赘饰 其实就蛮搭这双鞋子 第三双呢也是我们的Nike Dunk系列 然后也是低筒的 那这双呢它叫做校对绿 Barsity Green 这双在今年也是非常火红 这颜色也是非常的百搭 基本上是白色配上这绿色 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一个干净好看的球鞋选择 你们怎么看 这双我也非常常穿 再来第四双 一样也是Dunk 然后一样也是Eton 这双呢是我最后面才入手的 这是黑白 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但台湾叫做黑羞帽 它就是个黑白的配色 黑白的配色其实搭配起来就蛮无脑的 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 基本上可以穿着任何颜色的衣服 搭上黑白它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边推荐给大家 这双呢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穿搭 但是你平常还是想要看起来是好看 有精神的话 我觉得黑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一双是比较不太一样 也是我最近购入的 这是Easy 这双应该是700 老爹鞋 它的样子就是看起来老老舅舅 很像以前爸爸会穿的鞋子 叫老爹鞋 这种已经红了好几年了 到现在还带红了 所以Easy真的是非常的强 而且我觉得它的配色是我最喜欢的 它的配色都是走着走着走的 非常灰街 然后大地色的色系 看上去就是一双浅色系的鞋子 但其实它是非常有层次的 我觉得我在穿鞋子或是衣服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写这种颜色是 看起来是素色一片 但其实细看是非常有层次的 在我们8月其中一个配色 我表演给大家看 也是以这样的概念速发 所以我觉得这种鞋子真的非常好搭 它虽然不算是完全低筒 但是它也没有到很高 所以说腿比较短的男生呢 还蛮适合像要穿这种鞋子 这张也推荐给大家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会介绍的鞋子 后面呢就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新品 一一介绍一下 这件是我们的8月的V-neck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出过V-neck的短袖 这是第一次 这是V-neck的Oversize 它的logo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黑色 这个颜色是我们新出的一个迷彩的配色 它看上去呢 在没有滤镜的情况下 看起来是一个暗色系的颜色 稍微带一点点酒红色在里面 不过细看 你可以看出它的纹路其实很有层次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鞋子上面会选的话 也是选像这样子 看上去是一个素色 不过细看其实是有很多层次在里面的 我选东西的时候 选配件啊 还有选衣服啊 都以这样的方式 就是看上去是一个安全颜色 不过细看就知道说 哇 这个人其实在挑衣服上 是有点sense 会去选择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样可以搭配好了 好不好 我刚还没介绍完 我这次出的是一款 oversize短袖 然后我们也有出 过去卖的非常好的版型 这是V3的背心 然后这是我们 7月全部卖完的短裤 那这次短裤呢 我们在背后 在靠近大腿的位置呢 有架一个品尝式的拉链在这边 专门放手机的 会让你的手机卡在 你的大腿口袋的位置 所以它就是很固定 就在你的大腿的两侧 不会被压铃啊 或是一些东西压到 我们一直被敲完 讲了很久 然后每次上架 马上卖完的长裤 这只长裤呢 我们有做一点调整 这要穿上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是做什么样的调整 不过 这就是我们这次 8月会出的所有的产品 长裤的话 会有三个颜色 Tiger的东西 真的很好搭 我们在染印的时候 都会想到说 这些产品 可以怎么样去搭配在一起 我先来试试看 浅色的短裤 配上黑色的上衣 要搭配什么样的鞋子 我觉得比较会有挑战的 应该是 假设像是这种米色 搭上米色的短裤 我们先试试看浅色的短裤 然后搭配一个深色的衣服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黑色衣服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我来搭一个 我8月初的这个新的迷彩 看看好了 然后再选一双 我觉得适合的鞋子 整套给你看 我的上身接近深色 裤子的话是比较浅色的 我会希望有稍微做一点平衡 在脚上的选择的话 我比较不会挑那种 全部都是很白的鞋子 像我刚刚那样穿的话 我就脚上就不会搭这一双 这双看起来有点 头重脚轻的感觉 刚好我们这次 米色的短裤呢 又配上黑镖 那黑镖加上黑色的抽身 绝对是蛮搭 我现在脚上这双熊猫 可以跟上身做呼应 膝盖以下看起来是很安全的选择 因为我上身已经有做一些变化 你觉得好看吗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最难搭的 应该就是套装系列 因为套装的话就会变成是 身体整个颜色的看起来都差不多 那我们这次米彩呢 因为它其实有做点沉饰 其实细看 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它的纹路 里面是有很多颜色在里面的 在圆看呢 它就看像是一件 整套都是黑色的 所以这一套呢 我其实可以配的球鞋 选择就蛮多的 我就选一个看起来最夸张的 我觉得像是这种搭配的话 就还蛮适合展现你的球鞋 因为你的上身 已经很多颜色了 但看上去的话是蛮和谐的 所以其实脚上 只要搭配一双比较亮的球鞋 我觉得就算完整的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样子是我平常会穿的 就很轻松 不需要想太多 这一套呢 也要选择一个比较难搭的组合 那我只要搭这一套的逻辑 其实 因为我看 我现在整个身上看上去就是一个米色的 相对的 如果这件球鞋 也要选是这双的话 其实搭起来就蛮无聊的 而且看上去就很像 是我准备要去拍什么MV之类的 脚上的鞋子之后 我会稍微做一点不太一样的变化 那我发觉其实绿色 白色 然后加上米色 其实看上去是蛮顺眼 加上我自己肤色的关系 稍微比较深 所以穿起来 我觉得蛮搭的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搭配的方式 所以你觉得很不好看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不过这是一个 非常夏天的一个感觉 我们来看 下一个要不一样的颜色长裤好了 好我现在来搭一个最难搭的 最难搭的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裤子 因为这裤子呢 这颜色不是一般男生会选的 因为这颜色也算是一个流行色 基本上呢 要搭这件呢 是有点难度的 我的话 我要马上就穿黑色 要不然就是白色 因为如果浅色的裤子 要不再配浅色的衣服 像是我刚刚的米色的话 看起来蛮怪的 那这白色呢 也是我们上个月 一推出就马上秒杀的白色 然后我们还出了两次 我们还开了一次的预售 然后也是一样马上就卖完了 我个人觉得鞋子是有点无聊啦 所以我可能换一双 来看看感觉是怎么样 我刚刚换上其他颜色的鞋子 都不搭 所以我只能穿上一双最安全的 就是我现在脚上的黑白配色 我刚刚试了搭校对绿 看起来超乖 所以这种裤子呢 真的是在考验各位对于品牌的忠诚度 不是啦 各位对于穿搭的敏锐度 知道吗 所以说这裤子如果喜欢的话 我觉得搭鞋子的话 大概就是黑白这种简单的配色 会比较适合 我换上黑色衣服看看好了 这是我们这支出的背心 黑色的 然后它也是过去热卖的版型之一 这是我们的V3背心 那这支背心呢 这边放一个隐形的口袋 可以让你放健身房的卡 或者说优游卡之类的 轻易的放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拉链 也是你尝试的拉链 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顺眼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干净的一个背心 这双鞋子其实蛮搭现在身上的配色 我搭一套我个人平常穿着 最长的搭配方式好了 这是我平常每天都穿的一套 我自己是这样 我很不喜欢花很多时间在想要到底要穿什么 我从小的时候就很不会挑衣服穿 从小的时候就不会把身上有衣服 变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说我就是穿衣服就是喜欢挑 穿在身上看起来好看 然后干净 然后不需要太多心思去做搭配 一样就是可以很好看 所以这是我最懒的方式 就是全身都是黑色的 我现在脚上穿两个不同配色的鞋子 让你有个参考 就让你想象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全身都黑的话 配上这两双会什么样的感觉 我平常最常穿的两个配色呢 就是Michiga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Varsity Green 这两双我都穿给你看 那你感觉一下 穿上身搭配全身黑会什么样的感觉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对我们新品 还有球鞋的穿搭 那因为这个题材呢 其实是大家要敲碗非常久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帮影片按一个赞 如果还想看什么其他有趣的东西 要我开箱 在影片底下让我知道 好吗 这个影片如果反映好的话 下一次可能过几个月 我会再买一些球鞋 然后再和我们当月的产品做搭配 所以这影片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Peace